姚婉宁回到家中 刚换了衣服 门上的婆子来禀告 沈家六小姐来了 婉宁看看沙漏 阮姐怎么会在这时候过来 阮姐带着下人进了屋 两个人在内室里坐下 婉宁就看到阮姐满脸的红韵 怎么了 婉宁低声问过去 阮姐摇摇头看了看童妈妈 童妈妈笑着退出去 阮姐这才说道 程举生在家里 我就过来坐坐 不会单是为了躲避 程举生才过来的吧 想到程举生那些可疑的举动 婉宁深深地看了一眼阮姐 阮姐却并没有察觉 低声地说道 程举生想要将婚妻提前 童妈妈撩开帘子送点心过来 大约是暖炕的缘故 阮姐的鼻尖都出了汗 眼睛似是在向窗外张望 却又无心看外面的雪景 童妈妈微微一笑 将点心放在矮桌上 就又退了出来 婉宁轻声道 准备提前到什么时候啊 阮姐的手去摸耳朵 我也是听父亲说的 程举生想要在经理置办聘礼 买个小装子 再买出宅院 说着抬起眼睛 她想要以后 在 在经济 兴伤 看阮姐的模样 程举生显然之前 没有这样的准备 所以阮姐觉得很突然 手紧张地 去摆弄腰间的荷包 你怕留在经理 阮姐对程举生的态度 并不是不想嫁去成家 而是将重点 放在了刘青上 阮姐点点头 嗯 父亲母亲过阵子 就要回去扬州 我原以为 程举生也会在扬州经商 这样 哪怕是嫁过去 我也能时常地回去 陪陪父亲母亲 父亲常年在外 我放心不下家里 赵氏的身体不好 转姐从很小 就帮着赵氏打理内宅 将所有的一切 安排得妥妥当当 让赵氏省心不少 沈举生为什么要留在京城 他不是一直在南枝利经商吗 他跟我说 阮姐不知道怎么说好 想了想 买卖紧断赚了银钱 就想在京城开个铺子 因为在南枝利 已经跑通了路子 将来在京里的时间更长些 不如就在京中置办了宅院 之前没有走通这条路 不敢轻易地跟我们说 如今眼见转了银钱 就 就跟我父亲开了口 听起来 程举生只是为了生意 才留在了京城 转姐拉起了婉宁的手 你说 我怎么办呢 知道早晚都要嫁人 可是想想离家那么远 我心里就难受 软姐说着 看到外面有了阳光 就满怀心事地 起身准备回去 跟赵氏一起 去院子里说说话 赵氏有腿疼的毛病 在阳光好的日子里 软姐总要陪着赵氏走一走 赵氏拉着女儿的手 转言 已经要出嫁了 你这样一嫁 我还真觉得身边空荡荡的 软姐意识黯然 程举生一大早 就被沈静奇叫来问话 从生意到婚事 沈静奇显得有些生气 不管怎么样 都不该轻易地改了婚期 更何况要搬到京城来 赵氏离不开软姐 这是早就跟程举生说过的 没想到程举生 见了京城的繁华 却心性都浮夸起来 两个人话不投机 沈静奇干脆说道 既然你这样想 这门婚事 还是在辞量辞量 挥手就将程举生 撵了出去 程举生倒松了口气 好不容易求来的婚事 这样就起了变故 他心里居然觉得 这样也好 他本来想提前婚期 将心里的事对软姐全盘托出 希望软姐能跟他远走高飞 岳父听说了这些 竟先迟疑了 这样一来 也省了他的荒唐 他的荒唐很有可能会害了软姐 他本来要等到明年八月 娶软姐回家 可出了这样的事 那时候他还能回来吗 如果没有被朝廷招安 他们定然会另寻他路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觉得他这个程举生 可能回不来了 他会彻彻底底地 变成了王举生 王卢江唯一的儿子 这时候不取软姐 就再也取不成了 程举生走到园子里 等赵管是从外面回来 赵管是回来的时候 却双手空空 手里没有从福建 烧来的心寒 程举生的一颗心 顿时沉了下去 大爷 你也别慌 没消息 说不得也是好事 程举生说道 沈家去福建的伙计 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走势 这里面定然有些蹊跷 只不过不会当着 我们外人说罢了 赵管是想了想 那位姚家那边也没有动静 那位姚琪小姐 看起来也没有很着急 夫妻本是同里鸟 大难来时 葛自飞 程举生说道 姚家也是官宦之家 不过只是定了亲事 还没有成金 到了这经理才知道 那些达官显贵 让人琢磨不定 官府名言要招安 其实是想要借此 将敏着的海盗 一网打尽 赵管是左右看了看 一脸的紧张 那大爷千万要小心 万一被人听到 老爷的努力就功亏一篑 老爷不让人送信过来 也是想要大爷 从此和家里断了往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 大爷都能平平安安 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 其实朝廷是不是赵安 老爷早已经想透了 程举生转头看赵管事 赵不赵安能怎么样 这些人还不如海上的窝寇 都是些吃人肉和人血的 又有多干净 到头来不过是从虎穴到了狼窝 那个崔毅婷仿佛和别人不一样 听说为了查草粮 连自己的叔父也送进了大牢 这样的人说不得能明辨是非 赵管事说着顿了顿 那个姚七小姐 还将邓死昌的儿子 送去了顺天府 邓家铜窝的罪名 八成就要定下来 那个姚七小姐 她是亲眼所见 邓家的事儿 也是在她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没有来京城之前 她就想着来打听消息 如果对父亲不利 她就算拼了命 也要回去和父亲在一起 是死是活 大不了一家人死在一起 她怎么就这样金贵 要让所有人用命来维护 她没有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 没有这个权利 让大家这般的护着 不能在父亲为难的时候 她还高高兴兴地准备成亲 这样想着 她就觉得愧为人子 她想要做成举生 可到头来 却还是王举生 转姐要怎么办 那么好的女孩子 如果知道了所有事 难免要受她牵连 她却又不愿意将她蒙在鼓里 这样对她也是不公平 她应该跟软姐说清楚 可是这话要怎么说 程举生刚想到这里 外面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只听到有人喊道 这是怎么了 别急 别急 已经让人去禀告 七小姐了 怎么弄得浑身都是血 下人惊诧慌张的声音传过来 说是蒋家有位小姐 不小心将丫鬟推倒了 丫鬟摔到头 歇躺了一地 程举生听着声音 从假山时候出来 丫鬟看到立即上前行礼 却再也不敢多说 匆匆忙忙低头离开 程举生到了前院 自己贴身的小丝就来说的 听说是贺家找姚七小姐 姚七小姐刚好在沈家这边 沈家置办了茶园和铺子 姚七小姐这段日子 经常过来和沈子老爷商议这些事 程举生刚想到这里 就听到有人说道 七小姐让背车 快 去贺家 程举生觉得奇怪 那个姚七小姐不是只会经商吗 怎么又治起病来 一阵忙乱过后 沈家下人才松口气 小声地议论起来 血不是已经止住了吗 怎么还让七小姐过去 贺家才是姓林世家 那么大事小事都要七小姐帮忙 不是那个受伤的下人 蒋家有一位小姐得了病 那下人是那位小姐打的 四老爷因此还多问了几句 生怕七小姐过去会受伤 七小姐可真厉害 半点没有迟疑就让人背了车马 这万一伤了头可怎么办 七小姐还没有嫁人呢 但是不会吧 贺家有那么多的人 说话的声音渐渐远去 程举生皱起眉头 贺家应该是扬州的那个贺家 贺家的医术 在南直立是赫赫有名的 他还曾为贺家送过药材 贺老太太有个生病的外孙女儿 这是谁都知晓的 南直立的名医 贺家都请便了 还有不少储鬼的道士 也毛遂自荐去贺家 连贺家都治不好的病 不可能有人指得 没想到这贺家来求姚七小姐 姚七小姐赶去治病 大爷 清脆的声音传来 程举生下意识地转过身 看到阮姐带着丫鬟站在不远处 阮姐紧紧地捏着帕子 抬起头看着她 仿佛要从她脸上 看出什么端倪 程举生不由地挪开目光 下人走开几步 阮姐抿了抿嘴唇 万宁说得没错 她心里纵然有千般的猜测 都不应该悄悄地怀疑 应该说个清楚 毕竟这是她的婚事 不知怎么的 程举生觉得 眼前阮姐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然后阮姐张开嘴 程家大爷 你到底为什么要让我父亲改了婚期 为什么要留在京城 眼前怎么样了 贺太太看着从屋子里出来的 童妈妈忙问过去 童妈妈摇摇头 我们小姐还在劝 说着话 有丫鬟面色苍白地端了个弹鱼出来 那丫鬟守不住的颤抖 几乎要晕厥过去 贺老太太正要上前询问 那小丫鬟就惊得手一滑 将弹鱼落在地上 里面是鲜红的血洒出来 这是怎么了 贺老太太诧异地问过去 小姐 小姐 姚七小姐割伤了小姐的手 流了好多的血 贺老太太听得睁大了眼睛 旁边的蒋静鱼忙说 外祖母 不能再让婉宁这样治下去 妹妹 妹妹身子那么虚 怎么好受这种苦 我 我心里难受 蒋静鱼话音刚落 就听到屋子里仿佛 渐渐安静下来 贺老太太紧紧地盯着那扇门 好半天 门才被打开 姚七小姐从里面走出来 贺老太太上前问过去 怎么样 婉宁没有回答 反而问道 眼界已经好多了 怎么又会突然地病发 贺老太太看向了蒋静鱼 蒋静鱼吞眼一口 妹妹突然就 就像每次一样 打了我 又将下人推下了台阶 我怎么也按不住她 婉宁说道 颜姐突然就打了人 蒋静鱼点点头 可能是我屋子里太亮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贺老太太只顾得要去看颜姐 没有在意蒋静鱼的神情 颜姐头上的伤是从哪儿来的 婉宁转过脸来 看向了蒋静鱼 蒋静鱼没料到婉宁会这样问起 又是惊讶 又是害怕 愣在那里半嗓才小声道 我 我也不知道 贺老太太顺着婉宁的目光看过去 看到面红耳赤 目光闪烁的蒋静鱼 不由得皱起眉头 女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婉宁说道 是你推摔了颜姐 撞到了颜姐的头 蒋静鱼慌乱地摇头 没有 我 怎么会 颜姐的病就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管我的事 婉宁紧紧地盯着蒋静鱼 蒋静鱼竭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装出很无辜的模样 一双慌乱的眼睛 却让她显得十分可笑 想想颜姐那清澈的眼睛 为人着想 又心地善良 却要受病痛的折磨 真是不公平 颜姐那么好 却要过这样的日子 在这样的情形下 还替姐姐遮掩 而蒋静鱼 却将所有的罪责 都推给了妹妹 第一亲姐妹 却如此不同 蒋静鱼还要争辩 却觉得一道凌厉的目光 看过来 顿时 她脸颊生疼 眼前是满脸怒气的外祖母 蒋静鱼睁大了眼睛 外祖母从来没有这样对过她 贺老太太满脸失望 你不护着你妹妹 却做出这种事 还要在我面前遮掩 我平日里都是怎么教你 你都忘记了 你父亲母亲去得早 是我一手将你们姐妹带大 书卿看来 都是我这老婆子没有教好你 我愧对你父母 愧对蒋家 蒋静鱼从来没见过外祖母 这样发怒 就连旁边的二舅母 也是神情肃穆 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 仿佛她犯了天大的错误 不过就是推了颜姐一把 她也不知道颜姐会这般 都是因为颜姐的病才会如此 寻常人绝技不会如此 说到底都怪姚婉宁 姚婉宁在外祖母面前 告了她一状 想到这里 蒋静鱼脸上已经多了怨恨 外祖母就这样定了孙女的错处 颜姐到底是怎么摔的 孙女真的不知晓 贺老太太下意识地摇头 事到如今 于姐还不肯承认 说起亲妹妹 没有半点的愧疚 她万万没想到 于姐会变成这般模样 贺老太太想到这里 不禁遍体声寒 天姐怎么样了 贺老太太半上 才稳住心神 贴开仍旧想要为自己 辩解的蒋静鱼 问向了婉宁 婉宁说道 已经安静下来 要好好僵养才能慢慢地好转 说着话 贺儿老爷从太医院赶回来 进屋看了看颜姐 向婉宁道谢 这已经是第二次 要请姚七小姐过来 才能安抚住颜姐 从前颜姐生病 家里想尽一切法子 也要折腾三五日 颜姐才能有起色 她这个舅舅 将颜姐的痛楚 看在眼里 却束手无策 虽然姚七小姐 能治病的法子 有些奇怪 可毕竟有奇效 祖父就说过 贺家虽然有不少的药方 但是不能因此自大 以为只有自己的方子 才能救治病患 要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贺老太太带着婉宁 去花厅里说话 贺继中忙跟了过去 几个人坐下来 想想颜姐的情形 贺老太太不禁皱起眉头 天姐病重 是老神一时疏忽 贺二太太说道 娘别这样说 是我没照应好 他们姐妹 她怎么也没想到 于姐会推妹妹一把 说到这里 贺老太太不禁 又重提大皇子的病情 于姐跟着老二进宫 给大皇子诊治 从前她觉得再怎么样 于姐也不会惹出祸事来 今天看来 是她太过大意了 于姐已经不是 她心里那个听话懂事 恨不得每时每刻 都贴在她身边的小孩子 再想想姚七小姐说过的话 她整颗心都悬在半空中 客气中看了一眼 对面的姚七小姐 姚七小姐静静地坐在那里 听着她们说话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却看起来十分的灵秀 经过了严姐的事 她心里对这个十几岁的闺秀 已经有了些信服 既然如此 也不必再遮遮掩掩 也不必再遮掩掩 最前方的事 位于两个词 尤其在迗哪些 随时 最后 两个词